欧文讲堂之一字禁浅,教你认识文言文虚词,包括解释及运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无分虚实。 中文实词指的具体意义可以从形、音、意去理解, 但是实词意愤,虚字难识,知、负、者、也,并非一字禁浅。 如果懂得运用文言虚词,无论赞文或者说话,表情达意都可以得心应手。 文白交用的文字清通多知,文章自然雅族共赏,说话也不会语言无味。 人之患,在号为人诗,继欧文踢爆之说文解释后, MyRadio推出全新中文教学节目,欧文讲堂之一字禁浅。 2023年2月11日晚上十时首播,以后逢星期六晚上十时播出, 敬请各位付费支持及分享教学节目,多谢大家。 这字一定要译为难咒,译为吊字才不失愿意。 贯彻声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炎。 身体力行,隔空发功。 在法律上有一个所谓共谋原则, 我上个法庭两次也有讲过这个问题。 你将它之前那些东西列入这个所谓共谋原则, 那法官都质疑你,又认为会影响辩方的盘民。 所以到了上周五,我们现在手头上最新的结果, 我都要讲一讲的,就是法官裁定了共谋者原则不适用于国安法生效前的言含。 搞定了控方了,这个。 但是呢,就不代表你辩方可以有这个空间, 去推翻控方,就是之前那些陈词,或者一些相关的原则, 因为法官说得很清楚,只是这些控方证人的证供就已经是够了的了。 因为上周五,共变双方就这个共谋者原则的法律争议已经争吵了几天了。 我们刚才说的29号开始,因为刚才我都没讲完的。 是的,那咬了几天之后,三个国安法的指定法官, 包括李运腾和两个姓陈的法官,加上三个, 就说这个共谋者原则是不适用于2020年7月1日, 国安法生效前的共谋者言含。 就是说,在2020年7月1日之前, 戴耀廷也好,这个欧乐圈也好,或者这些相关的人也好。 好的,他们的言行是不适用于, 即是现在你告他,用这个所谓的共谋者原则的。 那个共谋的言行和现在这个不同的, 好的,那就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好了,接着会出什么呢? 有些被告的人说,我申请,你即是no case answer, 又要搞的嘛,那你又要看一段时间之后批不批给他no case answer, 无需答辩,是吧? 有些甚至叫你,你不告的,都可以, 如果按照以前法庭是会这样的, 大佬,你必须会这样做的,大佬,是吧? 还有你是ESA的,以前那些是叫传闻证据来的,是吧? 是吧?我那时一宗非法集结, 我都两次申请终止聆讯了, 终止聆讯了,那又要搞一个星期, 然后才回来,不行,不能给你终止聆讯, 是吧?我申请无需答辩,不由一次,是吧? 那这个是法律程序所容许的嘛, 那你这就越搞越协内,是吧? 所以是不是很荒谬啊这件事情? 这宗47人,这个所谓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不是越审越荒谬啊? 好,接着呢,我们就讲,因为上一个礼拜都没有讲的, 就是这个2024台湾大选分析, 那今次是第十,第十段, 那我起了这条题目的,又是讲一讲这条题目, 大家就知道我要讲些什么, 2024台湾大选分析10, 接纠说当辟级, 这个就是台湾老体不明白的, 因为现在我讲广东话, 就是懂得听广东话, 纠说当辟级, 纠说当辟级,包括什么呢? 赖清德最想和习总共进晚餐, 柯文哲主张两岸一家亲, 侯友宜就六四枪自由花, 哎呀,没人精彩, 你怎么投得下手啊, 阿新这个, 你可以投票到怎么投得下手啊, 对不对? 哇,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最想和习总共进晚餐, 大佬, 这个就是他, 应该出席一个什么, 台大校园座谈, 然后在他个人的IG那里, 就将那些学生快问快答那些影片铺出去的, 看到其中就问他, 一个同学问他, 最想和哪一位国家元首共进晚餐, 然后就来秒答, 秒答就是想都不用想, 就是你最想和哪一位国家元首共进晚餐, 他连想都不用想,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 秒答就是, 哇, 那些心怒你还不动他, 你应该是想杀人死习近平, 对不对? 你没有习近平, 你就台独成功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就是言不由从, 政客就是终于说谎, 不是喜欢说谎, 但喜欢谷语, 谷语英文是要做, 如果你谷语再查一下英文, 原来是怎么译的, bullshit, 当然不行了, 这样赞扎你, 是不是? 谷语还做bullshit都不行, 何止是bullshit, 是不是? 广东话真是全神的, 这些还不是谷语, 是不是? 那好了, 你又讲中华民国台湾主权, 你现在一定要讲中华民国, 但一定又要讲台湾, 那哪里会有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台湾呢? 就是一个国家叫ROC, 是不是? 有个ROC, 然后豁湖台湾, 那这个是passport里面, 就是有这个写法在这个封面里面, 但这个不是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 你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你老美, 对不对? 你不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副总统, 对不对? 所以你说, 你怎样选到这些人, 就是人都瘋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阿文哲, 去了日本, 这段就去完美国, 去日本就很威力, 我经常说, 阿文哲是这三个人里面最好处的一个, 因为他没有包袱的, 你这两个都有政治包袱的, 对不对? 你一个是中华民国副总统, 一个是国民党两届的新北市市长, 对不对? 还有你有一个所谓意识形态的包袱, 这套契弟没有的嘛, 他一向都是喜欢够说的, 对不对? 你俩我们台湾人今天才认识他, 他够说了八年了, 现在说很多年轻人支持他, 那些年轻人喜欢听够说的, 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就是, 所以现在就要赖清德了, 跟着够说的,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 就是有民主政治的人, 台湾的人的水平都高, 每个人都关心政治, 又懂得讲政治, 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差, 好了, 你说那一群年轻人, 年轻人是不会像你们那样, 说什么两岸论述, 他不会跟你说这些东西的, 对不对? 他觉得对听, 他觉得挺有趣的, 他够说的, 本来那些年轻人喜欢够说的, 上网打飞机就够说的, 台湾现在是, 就是劣币区量币, 整体社会的质素文化也好, 精神面貌, 人民精神, 是整体下降内, 就是给政治, 给互联网, 你现在看电视, 你真是看不下去的, 我在这里住了几年, 因为我都要学习, 我看这些东西都说什么, 我看完一段时间, 我现在不用看的, 因为你一开口, 我知道你已经说什么了, 你的套路和你说的东西会说什么, 我是很清楚的, 不是我聪明, 因为我有经验, 我都是搞政治的, 我们都是在刀口那里讨生活, 在是非那里讨生活的人, 被人抹黑, 潑污水, 习惯了, 伤痕累累, 但我们很快就复原, 对不对? 台湾现在就是这样, 最喜欢, 最想和这个习惯平共进晚餐, 不是, 你说这个话是耍贼屁, 这是什么意思, 你解释一下, 那些人, 我问一下他怎么解释一下, 是和平的, 对不对? 接着他就会说, 对等, 国民党的和平不是对等的, 他是贵的, 我们是对等的, 我们有尊严的, 很主权的, 你说主权都错了, 中华民国, 台湾没有主权的, 对不对? 这些可以用国语说, 很痛快, 接着这些, 阿比江千千七七的江, 河拉萨江, 这些就叫河拉萨江, 即是救鸽, 对不对? 好了, 说回柯文哲, 那倒也是救嘛, 两岸一家亲, 为什么要跟你亲呢? 他说, 大家同文同种, 对不对? 他意思是, 我主权, 这家青年, 这家草侯, 你不是废话啊? 一家亲当然比一家仇好, 难道你会说, 一家仇好比一家亲, 那样子吗? 意思是, 你不要跟他有仇恨, 喂, 怎样都不可能, 他天天搞狗你啊, 大哥, 是吧? 他经常说, 哭打哭杀啊, 大哥, 那些飞机就飞越你海峡中线啊, 不停替你眼皮啊, 你还要跟他一家亲, 是吧? 所以, 怪不得, 这个民进党要抹红你了, 大哥, 是吧? 因为你又说得了舊舊, 你那种说法, 严格来说, 你那种说法和国民党有什么分别呢? 台湾大陆基本上是同民同种, 拥有相同历史语言中间文化, 因为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同, 所以没理由不来往, 是吧? 那这个是不是, 你妈妈是女人呢? 你现在是来往的, 还有你里面有些说法是错的, 同民同种没错, 相同的历史语言中间文化, 实在是大家有得拗, 怎样相同啊? 哪些相同啊? 哦, 大家都拜马祖, 大家都拜关义哥, 那个叫相同, 大陆的宗教有宗教局, 有三字教会, 有爱国教会, 现在教庭都贵了, 他去提名那些主教给你委任, 大哥, 他没有宗教自由的, 有什么相同啊? 这些, 你妈妈, 说得出就不说, 因为很容易的, 我记得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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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最忍得着数, 我告诉他, 那些年轻人盲目多, 不是盲目, 而是他觉得过瘾就可以了, 他说话过瘾, 是吧? 过瘾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好像賴清德或者侯友宜, 玩你的臉, 教宗教校, 天地君亲师, 是吧? 很严肃地说我这两个问题, 他不是嘛, 他说话的嘛, 年轻人当然喜欢说话的, 不用思考的, 最好的现在, 现在这个互联网世代就是, 最好不用思考的, 即食, 过瘾, 然后不能记得, 所以大家可以做talk show就可以了, Stand up, 如果你是什么, Stand up就是go up, 我也做stand up的, Stand up就是go up, 但是go up之中, 你要有一些意思才行, 是没有意思的, 是吧? 还有, 那你的政治立场在哪里呢? 那你无论好处, 所以我说他卖乖取巧就是这个意思, 柯文哲, 所以他最好处的, 那现在民调就改过侯友宜, 而侯友宜就死定了, 老实说, 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 就没得搞的, 好了, 侯友宜六四就发了个声明,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 就真是, 又令我出乎意料之外, 大佬, 就是说, 他那些, 现在, 就是他那个竞选团队里面, 有些人觉得, 这一句议题, 刚刚遇到六四, 那他可以说, 就不会被人说他和中, 或者是亲中, 不要说和中, 个个都和中的了, 趁重他, 把亲中的, 就是那个, 那个色彩稍微, 就是, 減轻, 就是, 让人们的套版印象, 希望可以改变, 但是, 这些用词, 我觉得是问题, 什么叫声援六四? 那么, 声援六四对中华民国追尋自由民主信念的实际展现, 什么叫声援六四? 你告诉我, 这个用词很有问题的, 不是这样写的, 怎么叫声援六四呢? 有历史的伤痛, 是吧? 当然, 我们不会预期, 你会谴责共产党三十四年前, 这个屠杀人民的暴行, 你不会这样写呢? 不会像黄毓民那样写呢?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要求今天国民党这样, 就很恶够的, 我觉得是, 对吧? 我记得我八九年七月, 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 就是吊咬李登輝的, 那篇文章叫做, 北京再流血, 香港再沸腾, 台湾再流血, 所以我们写文章的人, 有时不是说要拿回间时的东西出来, 都证明我们真的是, 在那个时候的空间里面, 我们的想法, 再印证今时今日的发展, 你国民党当时就不会利用六四的慘案屌, 强烈地去验责共产党, 然后做了一些具体的行动, 不是啊, 台湾全部涌到大陆做生意, 真是, 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就是七月份的《明报月刊》, 那篇文章, 我现在也在这里, 这条标题我觉得很棒, 北京再流血, 香港再沸腾, 台湾再淡泪, 两岸三地对六四那个, 很清楚了, 对吧? 就是这几个字都说了, 在那时候, 对吧? 到今天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香港就是站得最硬的, 直到六四, 是吧? 香港当年三十四年前, 沸腾, 是吧? 但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是吧? 延续下来, 已经是转化成为一个民主抗争的运动, 是吧? 去到2019年变成一个高峰, 是吧? 你说, 和六四没有关系? 那是有关系, 这篇, 北京再流血, 香港再沸腾, 台湾再那里, 他说, 吵架李登辉, 李登辉刚刚做, 即是继承, 这个, 掌经国的任期, 正在做总统的时候, 是吧? 历史没有余, 只有教训,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那他, 即是后友宜, 起码都有一篇六四声明, 那你民进党, 有没有? 民进党有没有? 没有吗? 是吧? 国民党有没有? 其实这个应该将他, 还要强化一点, 不过那篇文章就写得很垃圾, 好, 现在做一个比较具体的预测, 是不适当的, 不过, 形势对国民党就非常之不利, 这个是事实, 有个网友挑我机, 香港政府国安邀请黄毓民回香港, 做直播节目, 尽快回港, 多谢你, 王水, 浪美, OK, 节目时间到, 拜拜! 江湾 天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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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